大家好,我是Hidy 有沒有看到Q&A的影片呢? 那條影片就是今天的上集 現在來到下集就是因為有看到我這裡新屋 太多東西都是淘寶 所以我們嚴選了一些比較小件 除了兩樣是比較大件之外 總之一些我們覺得很值得買的 CP值很高的一些單品 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想說我這個窗簾 這個窗簾其實有兩層 一層就是這個沙 而後面那層就是一個遮光布 大家可以看看 嘩!好光啊! 它真的可以遮到超多光 但是因為它有這些星星的孔可以透氣 所以又不會去到非常暗的 長洲上就太曬了 還有其實跟家裡的屋是很近的 我們很怕被人看到 所以就換衣服那些很方便 買了這個 它是49元的 就不像一般的窗簾 上面就是用一些魔術貼的形式去安裝 其實因為後面的蚊網 都是魔術貼的 我們就一物二用 第二個就是蚊網 就是這裏後面的蚊網 我稍後補一張圖 看不到 長洲 哎呀!問長洲多不多蚊 上一集忘記了 超多 多 無的多 所以一定要有蚊網 我們在家裡就安裝了三個 我們預期自己會開的窗 所以就安裝在那裡 加起來才是60元 包了所有的魔術貼 然後魔術貼可以選白色 可以選黑色 很多不同的東西 蚊網也可以選白色 選黑色 是不是灰色了?我忘記了 總之 非常好 如果住山區的朋友 弄回蚊網玩一下 第三件事 其實我們後面坐著的一個沙發 就是這個小型沙發 我們買了兩個 它可以放平 它有超級多的緩度可以選擇 可以做到超級平的 可以逐個不同的角度 因為家裡真的很小 有時候可能有朋友過來 其實你多放幾張椅子 大家都不會動 所以反而我們可以用這些沙發 放在地上 用來招呼朋友 一起坐在地上 休息一下 都是一件不錯的事 而且Chopper也很喜歡睡 對 Chopper也很喜歡 無論你這樣變成一張沙發 也好 平也好 它也會睡在上面 所以超級可愛 第四件事 就是這個小鐘 對 每個家裡必備的小鐘 對 為什麼覺得它很漂亮 就是因為它很漂亮 對 它很適合我們整間屋的風格 對 又不是那麼沉悶 普通圓形 寫著1-12 其實你看到它好像一些Pixel 對 對 其實這個小鐘不是他選的 他完全不知道有這個小鐘 是我自己擅自買回來的 但是 所以買回來 其實他也覺得很漂亮 我自己也很喜歡 這個小鐘不算特別便宜 好像是110幾 120元左右 但是它是很薄的 你看到嗎 這個小鐘是超薄 一點都不耗 一點都不會重的 那 對 也不錯 之後那件事就是這兩支的電動牙刷 嘩 我真的覺得買得非常非常好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有正常的刷牙 有那些去跡 加強 然後有些敏感牙齒的模式 然後有一個打磨的 我記得 你每次按它 它都可以有不同的強度去選擇 那這個牙刷呢 是 六十八元一支 但是如果買兩支是一百二十八元的 這個價錢 我自己覺得其實以外觀來說 它已經算非常不錯了 而實際的用途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拆 它那個牙刷的毛呢 是很軟熟的 但是又不會軟到好像清潔不到這樣 可能我少用電動牙刷 但是我覺得也挺好用的 這些功能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就是一按它都是震的 不是 它有不同的 有些是震的方式不同 震的方式它真的有不同 但是你說 打磨是否真的打磨到 然後去跡是否真的這麼強烈去到 我又未去到這麼大感受 幾十元 但是其實買一支沒有功能的電動牙刷 都過百或二百多 甚至更貴 所以六十多元 還有每天五個刷頭可以更換 我想不到有什麼可以挑剔他們 還有就是這個 公仔麵的碗 看到嗎 讓我來吧 選擇它的原因 首先是因為覺得它挺漂亮 而且它的尺寸是 剛剛好放到一個公仔麵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經常煮麵吃 另外我比較喜歡的就是這個 旁邊的兩塊木 看到嗎 是 對 因為劇人有時候拿一碗麵 麵的碗全熱的話 就很難拿 如果加了兩塊木 劇人去隔熱 我們拿出去的時候就會比較簡單 這個碗只需要二十五元而已 很大 好 到我呢 我自己很滿意其中一件事 就是這個 洗手 不是 洗碗 盤 它是那些 新縮膠 現在是水杯 然後食物盒也有這一種質地 我給大家看一個近鏡 它的底部是有點洞 所以可以去水瓶乾碗 然後摺光了 它是超級窄 所以是很好收納的一件事 我們家裡已經沒有那麼多位 可以放太多的家具和家具 所以我們在尋求一些 攀位的方面 我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其實用它的人 是 我不用碗 你覺得 好用啊 都好用啊 可以看到碗碟碟碟 我們最多 如果搭起來也有很多 你說什麼廢話 哈哈 廢話 多少人份量 可能兩個人份量一定夠 如果三四個人份量 大概四個人份量都可以 碗碟碟應該可以 不算鎖 我們 因為凸起這些 是可以讓你把碟碟放進去 但不會掉 是站在那裡 是站在那裡 這個是十九個半人仔 好划 好划 好 我知道現在是第七樣了 第七樣 對 就是我們的小妹洗手液 近鏡給大家欣賞一下 它是這裡有一個按鈕 它按的時候 開就是白色 然後色就是紅色 但如果你開了白色之後 你就不用理會了 你就可以 現在已經關掉了 對 你把手放在那裡 就會擠泡泡出來 我買這個的價錢 是 118元 再連另外三瓶的洗手液 可以用一輩子 因為我們用了幾個星期 都只用了1cm 你自己繼續說 好了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介紹過 一個自動洗手液 我覺得它出來的舖子很綿 洗得也很乾淨 而且我喜歡它的設計 也很簡約風 就是Style 很棒 你懂得說這些 當然 當然 好了 然後我要說的話 我沒有想過 最後是 真的這麼大 在地上看的時候 它很小 就是這個三瓶櫃 記得我在room tour的時候 說我的梳妝桌 是沒有什麼地方收納的 所以 我就在物色 一個適合自己的Style 適合整間屋的Style 的一個櫃桶 放在梳妝桌的下面 它是金色的 金色的裙邊 然後每個櫃桶裡面的空間 是極度深和極度大 現在我還未放一些盒子 其實我應該會放一些間隔 在裡面 就可以做到化妝品的收納 和護膚品的收納 真的超美 這個 105元 三層 它的樣子是 不像膠 是 但是一摸 一摸就會知道是膠 それは太美領的 而公主封公廷封 是很配搭 那些白色的 intélung 真的非常美 我自己上枕 很一 besteht 大家一定要買 你們在room tour的時候 也有發現 到我們有買到很多小家電 包括 enabled 蒸鍋 浴爐 然後是電磁爐 還是熱水壺 水那東西 啊不是熱水壺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多位置去放 其實櫃桶已經被我打爆了 廚房那裡 所以我們就一直很想買現在傢伙的三層架 就是有輪子的 那個很漂亮 顏色又覺得漂亮 但是 我覺得二百多元是可以接受的 不過我不想搬進來搶渣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最後有多重 總之完全不想搬進來 我自己在淘寶那裡找 就找到一個 超瘋的 48元 因為它是有三層的 所以有一層我們現在就放了電磁爐 如果要用的時候就拿上來 就換另一件東西進去 然後有一層是焗爐 焗爐是比較少用的 應該 所以就放在中間那層 然後最頂就 到時看看怎樣 蒸爐飯煲不用的東西就放上去 或者桌面有其他東西 就放進去 就可以用來做一個 替代收納的形式 雖然我覺得挺緊張 因為昨天它砌的時候 是啊 其實是找一個勾勾住的 但是都穩固的 砌完之後 我發覺 我們現在裝了一些焗爐 都不會說會 浴 不會說這樣 那種 你說外觀上我覺得 是沒有現在的傢伙那麼漂亮的 但是 是48元和200多元的分別 我就覺得 很超值 我覺得是以CP值取勝的 所以這就是10樣 我們覺得 在這間屋裡面 買得CP值又高 性價比好 又漂亮又實用的一些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一條影片 以及可以幫到一些 很喜歡看家品的人 我自己都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按個like 或者subscribe我的頻道 不是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更新 每個禮拜都會更新兩條影片 逢星期六的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十二點 我們準時再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